好來看到是安倍之死暴露是政治人物從政的高風險 先看張照片是安倍他年輕的時候剛踏入政壇 幫他的父親安倍晉太良在街頭上浮選駐獎的畫面 所以堪稱他從年輕到他臨死前都是在街頭駐獎 而這也是日本政壇一個非常重要的選舉文化 是要展現他們的親民的吸引力 以及就是因為日本的對於政治的廣告有很嚴格的規範 還有展現他們的選民想要看到這個付出的努力的樣子 那我們在看到的是呢其實除了這個演講之外 是要站上了戰車 但是這個戰車可以看到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防彈跟防暴的玻璃 所以被認為呢都還停留在是過去的昭和時代 有人認為說如果他在當時被槍殺的話 那一切就都結束了 所以可見這個風險是很高的 那我們看到是有人認為說其實這樣安全的措施跟交流之下 其實很難去取得一個完美的平衡 但是現在呢就是安倍他被槍擊之後呢 這樣的選舉形式是根深蒂固的 應該不會根本性的轉變 但是要想的是會不會需要更多的防護措施 是只好要重新思考的部分